来到林口 我就看中了一个叫方振宇的 但是我的上司跟我的下属都不能理解 我为什么那么重视方振宇 现在他们有了答案 不仅让我更加佩服你 因为你很早就已经注重他了 并在他身上下了赌注 而且成功了 松本先生 我们中国人有句俗话 叫知人善用 是 包括你的上司 都是知人善用的楷模 而我知人不善用 所以还需要向罗先生学习 不敢 方振宇不愧是正北霍站的掌柜 他利用途往城外的暗道 进了火站 如果我不是陪着长官 第一个死的应该是我 松本先生的运气一向不差 中央通讯大肆炒作 军统局称 陶文斌使我心肠胆 陶文斌现在 还荣升少将军线 我以为你是英雄 可惜看遍通篇报道 都没有你的名字 你根本就不存在 松本先生到底想说什么 我是替你愤愤不平啊 多谢松本先生 我酒也喝过了 动手吧 罗先生 依你的才华 在满洲国应该是一个人物啊 是杀是寡 给个痛快 只要你带金龙山的人归顺满洲国 你就是满洲国的保安司令 大日本帝国会不计前嫌 会保你飞黄腾达 以后像这种事情 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我不想让你为难 他们都走了吗 死伤过半 损失惨重 翠花 如果他不是游击队 这话就不说了 从我内心讲 我是特别愿意和游击队合作的 宇哥 我觉得 我们应该争取赵上飞 我们 我认为 罗天华他们 没有那么单纯 凭什么这么说 罗天华和张家东 没有一个是坦坦荡荡的 我觉得他们的目的 不光是打日本人 怎么了 说啥呢 没说啥 昨晚的事呗 昨晚啥事呗 行了 不想说算了 宇哥跟你说没说过去上海的事 上海 没说过 他在上海不是有个姑妈吗 是 上海是有个姑妈 但是好久都没联系了 那 他说没说过 什么时候去上海呀 没有啊 那他跟我说 杀了松本 带我去上海 那 我不知道了 放着仇人不杀 他是不想带我去上海 这不是吧 不好了不好了 郑宇兄弟 不好了 出事了 出事了 怎么了 宇哥 没想到 还真让维谷给说中了 罗尚小出事了 有缺陷消息吗 有宪宝说 林河镇中午发生了枪战 浪人和关东军 在追杀两个中国人呢 一个死了 一个下落不明 那你的意思是说 罗掌柜也许被日本人抓了 非常有可能 赵大哥 赶快准备一下 我去林河 好 走 宇哥 你不能去林河 为什么 你现在要去林河的话 不自投罗网吗 没有 恰恰相反 松本做梦都想不到 我这时候去林河 宇哥 再说了 你不是怪我没有杀松本吗 这次我去找机会 宇哥 宇哥 你 小王 你去准备一下 马上出发 好 我也要去 你抱着他去啊 反正你不让我去 你也不能去 嫂子 宇哥 你不能去 那个罗天华 能走多远就走多远 还去找他 月和 怎么说话呢 宇哥 月和说得对 我告诉你们 如果没有罗天华就没有我 好 再加上 我下山不是光为了罗天华 还为了山上的兄弟 那行 那你要去的话 我陪你去 别担心我 我方振宇是灵猫投胎 有九条命呢 死不了 宇哥 宇哥 我是害怕 你不用怕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答应你 等这些事情全部办完之后 咱们生了孩子 就去上海 过平平静静的生活 咱要是没孩子 我什么都不怕 你就听月和一次吧 让我跟小汪一起去 翠花 为人处事 要做的事情很多 选择也很多 但有些事必须要做 没有选择 月和 好好照顾自己 你们也互相照顾一下 等我回来 小汪 出发 小心点 好 宇哥 你小心点 宇哥 我知道你要做的事情 我拦也拦不住 可正如月和所说的 这次去临河镇 宋本太郎 可是拔不得的 所以呢 还是我去比较好些 你去的话啥也问不着 霍站你是去不了的 除了霍站之外 你谁也不认识 还是小望陪我去吧 你就放心吧 放心吧 嫂子 翠花 我看 你还是回去陪陪月和吧 毕竟 她快要生了 如果再出点什么事 事儿就不好了 最近她的心情 不太好 那好吧 你们注意安全 好 放心吧 那我走了 我等你们回来 毕竟 我这些呢 大家都在这里 好 一 吧 自己满 让人 帮我 找我 来 先来 坏帮我举我 来 去 你老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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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救命啊 哈哈哈哈 今天我看你相等的就是 是啊 中國的酒一直都是很有名單人 我都給你 我都給你出去 沒問題 拿著我往前 那個你 放心吧 想什麼 你再找那個 這件事就交給你 拿著 走 走 追 走 快 快 老板 来壶茶 来了 客官 跑跑车 客官 还没给钱呢 你快走 跑 走 我警告你们 谁再失败就是这个下场 传令下去 全城戒备 是 弟 出来 来 等我去 你爹 站住 走啊 走 过来 加一个 走 过去吧 又怎么了 日本人戒严了 好像是抓金龙山的土匪 老爷 黑龙会下令了 后天 米店和杂货店再不恢复营业 他们就要砸铺子了 理由呢 说是扰乱社会秩序 对抗晚舟国 什么狗日的王八独子 老爷 您是真 混账 上外边看看 有什么情况 马上向我汇报 是 老爷 方 方掌柜 田掌柜 好久不见了 方掌柜 田掌柜真健忘啊 我们前两天刚见过面呢 哦 是 是 是 你看看 老夫是老眼浑浊 没能认出来啊 我听说了 驾驶小日本车的关东军 就是方掌柜 方掌柜 你可是这个呀 啊 哎 方掌柜 请坐 先去外面看一下 好 停 没事 没错 这外面要抓的人就是我 我来这儿不是想连累你 我是想知道罗掌柜的情况 我 我 罗掌柜 是 我看酒楼关门了 是出了什么事吗 我也是听说呀 就在前几天吧 啊不 好像是你们进城的头一天 关东军哪 占领了酒楼 并且血洗了酒楼 罗掌柜呢 就没了音讯 不知道下落 后来有人看见 他在龙福饭店的大堂里头啊 打死一个日本人 再后来啊 就是今儿了 有人看见 他被关东军给抓了 关到什么地方了 一般的人哪 这帮狗日的抓了 就送进深山大牢 像罗掌柜这样的人哪 他有可能被关在黑龙钱庄 黑龙钱庄 现在是关东军的要塞呀 田掌柜 你深明大义 我已经看到了 不禁然不禁然 俗话说得好啊 人在屋檐下 这哪有不低头的呢 老夫惭愧啊 像当初呢 我是出自金龙山的第一人哪 老夫实在是被逼的 陷入了日本人的陷阱 迫不得已啊 哦 当然 我也是可以有选择的 体体面面的 总比被处缺的好吧 依你之见 罗掌柜会会投降吗 如果他要是投降咯 上会可就完咯 再说那狗日的小日本人 就不会用软刀子治理商会了 而是要屠宰了 他可不是一般的人哪 好了 多谢田掌柜告辞 方掌柜 方掌柜 你要走啊 现在外头都是关东军哪 你走到哪儿去啊 我看哪 你在老夫这儿过上一夜 等天亮了 咱们想想办法 那不是连累了田掌柜吗 方掌柜 怕连累的话 当初我就不花钱救你了 田掌柜 方掌柜啊 你是灵河镇的希望啊 田掌柜 大恩不言谢 我镇宇铭记在兄 你已经谢过老夫了 庆典那天 你宰了狗日的内阁长官 和满洲国的两个部长 痛快 真痛快啊 宇哥 宇哥 我们被出卖了 宇哥 他向日本人告发了我们 现在整个宅子 已经被日本人包围了 你 你向日本人告密了 老爷 日本人说了 卧藏罪犯 竹帘九族啊 你 你咋就这么怕死 你就亡过犊子你 老爷 我也是上有老下有小 我也得为我自己想一想 个老爷 你个狗汉奸 我这一生 他就很狗汉奸 老爷 你不是做了日本人的阵长 你不也是汉奸吗 你 你不也是给日本人 做了阵 你就网网独自 我他逼着你 好 呸 你狗汉奸你 方掌柜 小邦 赶紧跟我来 方掌柜 我这有个密道 是通往阵外的 你们两个 从这赶紧走吧 方掌柜 你们快走吧 就从这赶紧走吧 那你呢 我 我没有关系的 方掌柜 你们快走吧 我是阵长 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方掌柜 快走 快走吧 鱼哥 赶紧走吧 再不走真来不及了 是 快走吧 快走 鱼哥 快 快走 你保重 好 快走吧 他们快走 让别人 就快走 你们不是 他就把他们来 进去 这边 快点 快点 你们这帮小日本儿 他们狗日的你们 亡把独子 我告诉你们说 我致死不当罕奸 咒你们八倍祖宗的 给我滚出中国去 我不当罕奸 我不当罕奸 我致死他们不当罕奸我 鱼哥 走 走 走 咱们现在是被围得水泄不通吗 是啊 出不去了 鱼哥 要不这样 我去把他们引开 你冲出去 我不去 你个大猫离开我了 你也想离开我吗 鱼哥 我 我们仇还没报呢 没那么容易就让宋本得手 不是吗 咱们怎么躲来躲去也不是个事啊 去罗掌柜酒楼 酒楼 酒楼不是让鬼子给封了吗 封那才最安全 对 宋本肯定想不到咱们回去酒楼 走 他出不了零河 关闭城门 是 你们必须加强城墙巡逻 一定要抓住方振宇 是 我们的城市 我们必须加强城门 沿路 我们必须加强城门 是 打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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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空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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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帮狗日的终于走了 一夜都没消停 这松本氏疯了 一定要抓到我们不可 语歌 不如现在咱们去找他 直接干掉他 他可不是个厨 但他知道有我在一天 他就没有安宁的日子可以过 他们是血洗了这儿 这联合镇 居然落到如此下场 这帮王八徒子 虞哥 你说 罗掌柜既然知道松本怀疑他吗 那为什么还要回到临海呢 他有任务在身 他不得不回来 城门城墙 三步一纲 五步一哨 他飞不出去 除非有地道 通往城外的地道 只有正备获展 你断定他还在城里吗 他一定还在城里 那就挨家挨户地搜吧 太惨了 这帮王八糕子 要把他在中国后海城啥样才甘心啊 进去看看 好 虞哥 都是电报啊 真是没想到啊 这咱们在这酒楼喝了这么多年酒 这平时嘻嘻哈哈的罗掌柜他 他竟然是个特务 这 真够深的 一个南方人 能够在联合镇开酒楼 没有点背景是不可能的事 这怪我的那些奉军都办人 经常关注着 我想这都办人 应该是知道他一案吧 否则也不会引荐田掌柜 商会没有了田掌柜就没有商会 他就没有办法立足 就好像东府九楼 是黑龙会在撑腰 还真是 怎么了 虞哥 我突然发现这么多年吧 没活明白 所以 灾难未必是件坏事 它可以让你痛定思痛 这罗掌柜还有这么间密室啊 没想到这么隐蔽竟然能让小鬼子给抄了 好 罗掌柜就是在这儿接受军统指令 诶 诶 虞哥 这山虎听张家东说过 说等罗掌柜一上金龙山 咱们就往那某方向挪 说殷山那边还有国局 是 杭剑后齐 杭剑后齐是福作义将军的根据地 那这么说 还真有那么回事 谁会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 诶 诶 你说罗掌柜要是不上金龙山 那咱们还去不去内蒙 这松本不杀 我哪都不去 诶 诶 虞哥 抓紧时间休息吧 天一亮咱们就离开这儿 嗯 诶 早啊 草上妃 早 这一早 不穿外套还挺凉的 这是你的吧 奇怪了 怎么会在你这 怎么了 这大早上的 你怎么知道松本太郎 要去抓罗天华呀 这还用得着问吗 我脑子有点乱 我想你昨天晚上说的话 说啥了 你说你跟我在一起 是迫不得已的 你在乎吗 你是在利语我 你又何尝不是呢 都说冯山开路 冯河驾桥 随月而安 其实不然 这大家心里都挺有算计的 我以前不是这样的人 咱以前跟大队长一样 心如山水 清澈见底 是罗上校张主任 他们给咱画了张饼 想让我把饼吃掉 你呢 也有人给你画饼吗 你啥意思 谁给我画饼了 我问你呢 莫名其妙 那天在黑松林 你本来想开枪打我 是因为吴翠花来了 你怕暴露 才开枪打死我身后的日本人 你说啥呢 上次请我和方大队长吃饭 你摆的是鸿门宴 只是死的不是我和大队长 而是小金刚和你的跟班 你疯了 你瞎说什么呢 我没疯 也没瞎说 我心里跟明镜似的 你 不是美顾 你 怎么着 觉着你的根了吧 曹上飞 真让我说对了 说 你是谁 你说我是谁 为什么要冒名鼎替 冒名鼎替 你手套上是摩托车的机油吧 你偷偷摸摸下山 就给谁报信 来人 是 再给你一次机会 说 你到底是谁 我是谁 你可以去问罗上校 罗上校 他知道我是谁 你跟罗上校有关系 曹上妃 我看你是糊涂了吧 你是罗上校的人 你满意了 把他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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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他怎么说的 他说他是桌美颜 是冒党局的 你信吗 我 我也糊涂了 糊涂个屁 把他给我看好了 等罗上校回来再说 司令 罗上校还能回来吗 是啊 这方大队长也不回来 这万一 他娘的 熊瞎子娶了 媳妇忘了爷呀 这他娘的也不说过来打个照应 去把他给我叫来 让他在寨坊等我 是 去吧 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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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赵大哥 语歌有信了吗 还没有 日和 你别这样 赵大哥 这山上就你关心我男人 别这么说 别人更关心游击对 赵大哥 语歌的事 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啊 我做主啊 你放心 一定给你做主 你放心 你看到我无泡头了吗 我知道 我知道我是个闲人 沙毛也帮不上 可是宇哥真要有个三长两短的 你说我可咋办呢 宇和 你别激动 当心肚子里的孩子 你放心 有我草上飞在 就出不了事 我现在就找无泡头 去商量救宇哥的事 好吧 好 走 走走走 谢谢你赵大哥 快走快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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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不抓我 抓我干什么 抓我干什么 快走 走 走 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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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蹲下 蹲下 一个方阵语 让我们如此大动干戈 何想而知 我们要向征服之那 谈何主意 走 快点 快点 是 首相说了 建立大东亚共农圈 必尽于帝国之力 帝国已经快枯竭了 所以必须要实行 指那人指指那人 是 长官 我不是方振宇 你不是方振宇 可是方振宇害了你 是 是 宋本军 曾几何时 你还曾说过 方振宇是你最欣赏的指那人 他是个厉害的敌人 如果他归降了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就好像罗天花 方振宇进城的目的 是打听罗天花的下落 所以他找到了田炳城 田炳城即使说了罗掌柜的情况 他也一定会去证实 我知道他藏在哪儿了 灵河大酒楼 对 被查封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那还等什么 包卫灵河大酒楼 是 语哥 天亮了 咱们该走了吧 看什么呢语哥 还那么专心 日记 罗掌柜的日记 这说的可都是心里话 日记 没写过 不知道 我写过 就是心里有话想对别人说 又不知道该跟谁说的时候 就自己写下来 自己跟自己说呗 嗯 卢掌柜都说什么了 他是个怕死的人 怕死啊 对 虽然他干着一些不怕死的事 其实骨子里是怕死的 不明白 也许我们不用为他担心了 他不会死 哼 这小日本能放过他呀 你看 他日记是这样写的 人生的意义在于活着 什么三民主义 新三民主义 共产主义 资本主义 都是活着的人的游戏 一切的一切 前提是活着 这这什么什么主义 我不知道啊 我就看明媚一点 他说他得活着 对 这关键就是活着 那怎么着 那为了活着 他要投降小日本啊 不投降就是死 如果两者选一的话 有可能 我问你 投降意味着什么 出卖同志 5.9.9 9.9 赶紧快点 继队 快点到后面去 前面前面 继队 你们那边 你们那边 报告少组 没有发现人犯 有这个新的发现 那就说明房振宇已经来过 我们来晚了一步 上面有个天窗 去打开看一看